剛才我們這邊做新的競賽 沒有關係 至少知道現在的自動價值 接下來就要用他自己的計劃 來幫我們介紹台越機械的東西 讓我們歡迎他 大家午安 就是漫長的Coffee Cup 然後我到林姓楠 幫助林姓楠我姓楠是很難的 我跟在場的各位最大的不同是 小弟我是業務員 我覺得我賣的東西很特別 我賣的東西是電動發飾 意思是說各位在路上看到的公車 我們把他的柴油引擎拿掉 可以把它拿掉換成電池跟馬達 那為什麼這樣的人會出現在Coffee Cup的場合上呢 所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對Coffee Cup開源這個東西最大的感恩 就是它這個不能 Incourage 就是它讓平凡如果的人也會做夢 那我做什麼夢呢 我要站在一樣的起跑線 跟Rubo跟Uber 一起來回答 未來的移動 未來的出行 未來的公共運輸 會是什麼樣 那讓我能夠站在這個舞台上 講這一切的最大的集成 最大的集成 Rubo Operation System 一個開源的機器人平台 那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它是從八年前 從Stanford 然後出來 到一間服務型機器人公司 然後最後 它轉型成是一個非營利的基金會 它在做什麼事情 就是賠利 讓所有人都能夠去做機器人 那這個東西強不強 我們看一個數據 Dopop就是大家前陣子 在Facebook YouTube上瘋狂轉載的 那些機器人挑戰賽 28隊當中有 23隊當中有18隊 用Lux做開發 那百度無人生 BMW的前端研發 還有Toyota的前端研發 以及很神秘的Apple Car 都是用Lux 去做底層的開發 那為什麼這個東西這麼強呢 首先我們必須要 意識到一件事情 做機器人跟單純開發軟體 是相當不一樣的 機器人它需要 有很多的感測器 感測器不斷的在圖資料 圖Data 在對應這個世界 那這些資訊呢 都會進到線腦的東西當中 去運算 同時間當中 可能有五個 一百個 甚至上百個 的節點 在運算他們所拿到的資料 那這些資料呢 會圖到執行器 Apractor Multor 這些東西 去把它實現到 物理的環境 所以它非常的複雜 和困難 那這個問題在這十年來 歐美的 就是 學界跟業界 當中非常困擾 那我這邊做一個 Demo 給大家看說 我選了一個 我現在在用的一個 在底 它是一個軟體風包 你可以想像它是一個軟體的熱膏 它是在Ross這個架構之下 現在的風包 那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 應該叫做 波士頓Dynamic 它的機器人 它在拿這個 紙箱的當中 有沒有看到 紙箱上面有一個marker 這個marker 是它在定位 說機器人 跟紙箱相對的關係 那我們現在可以 現在 跟大家示範一下 首先我開起來 是我 右前方這個 我開電話吧 它開始讀訊息 就是Inage 進到我的電腦 接下來我開第二個 反應風包 然後它不讀 那首先這個軟體風包做一件事情 先把它讀到畫面 去做這個CPA處理 看看能做到什麼東西 可以讓我們看一下 所以我手上的是 它是Gamer 你可以看到的是 它在讀取的是一個 重標準的角色 它可以知道 Gamera 跟 Monker 當中的相對關係 來 Live Demo 不要坐在座位心臟病 好 那我們接下來切回去 所以大家剛剛看到的東西是 如果我們把軟體 切成一個一個的樂高軟體的工方 在Rose裡面叫Package 當它有Package 那 接下來 Package裡面包含了 所有的功能 我們 包在一個叫Nard 節點的機構當中 那這些當中 要如果有溝通的話 就是Rose 它來做建立 那我們接下來 因為 就是我猜到 大概在做 很少是坐進行的 或讀人車的 對 那我們就先用一個 就是 比較夯的案例 就是Google 讀人車 來做介紹 來大家先撥摸一下 了解機器人的架構 那接下來我們來切入 介紹Rose 那我自己的安逸 幫他放在這個後面 Google 無人車其實已經 逃過快十年了 八年了 那它最重要的東西 嗯 轉太快 機器人 它有三層 Perception 感知 就人來說它感知眼睛 可能是觸覺 可能是聽覺 感知成是拿到外界 物理世界的資訊 那接下來丟進電腦裡面的時候 要去做分析 運算 處理 認知 資訊如果沒有去處理的話 這是雜訊 所以認知的這段 在戰略程當中 是非常重要的 那你有了認知之後 接下來你要做規劃 戰略程的第二個大部分 要是做規劃 規劃完的東西要轉成 到底具體該如何執行 譬如說 Google無人車 我今天知道我要去波士頓怎麼開 那他們是問話了吧 那之後這樣一排難的時候怎麼開 好像活到幾號 那我在哪個路 都要右轉左轉 那這陸續規劃出來之後 還要細化成 當下還有下幾個moment 我要怎麼轉 我的方向盤 抓我的油門 那這些資訊就會被丟到 戰術層 就是執行的層次 Google他要有一個特點 是感知層 大概80%都靠他 錄上這個 開檔 350萬台幣 他讀到的資訊 這樣子 基本上就是很多的 就是點雲 一個一個的點雲 在這個當下 他還是沒有意義的 那 這個Persession 進到了決策層當中的時候 他要去Mapping 3D精密的地圖 當這個點雲跟地圖 做Mapping的時候 他可以知道自己在哪裡 我們在 就是疫情當中叫 Google I-Station 那 因為他是很精密的3D地圖 所以他就會知道說 欸這裡是路 他路上會有障礙物 而且沒什麼其他的可能 不是車 就是人 就是腳踏車 那他就可以判定說 這些到底是什麼 那根據這些 他來做決斷說 欸我現在要怎麼開 就是 大家可以在照片上看到 那個綠色的軌跡 那他會有時時的 就是更新說 對我現在 這個命令下去了之後 我一會下來 就要向上更改 這個叫戰略層 那 那 Google 這套設計 這個 就是架構啊 其實在很多車廠上面 是不被認可 因為他們 大家都知道一件事 LiDAR 它其實是天氣跟環境 非常的 敏感 下雨下雪 霧霾 都會造成很大的雜訊 所以 車廠方面的話 是做 多Sensor的融合 可能是雷達 超音波感測器 那各位就可以想像說 同時有這麼多的Sensor 在固資料 那 每個東西 出來的訊息 不一定是一致 假設我超音波 倒到前面有一張藍物 但是我的cameron 看到沒有 這個時候該怎麼辦 所以 這一層就會有Fusion Sensor的Fusion 再屬於這一塊地 那 這邊是我個人的判斷 就是在場 各位如果有在做 就是機器人或相關領域的話 其實改製程的部分 是最重要的 戰略跟戰術式 相對來講 它的比重是比較低的 好 那大家知道了 這個三層結構的機器人 會不會增加 或者說Gross 它到底在裡面發明什麼樣的角色 就是大家 平常在做開發 不論是個人 實驗室 或者是公司 我相信沒有幾個人 能夠像Google一樣 派600人的團隊去做一塊 那真的都該怎麼辦 你可能有一些強項 你的強項 可能是在地圖 可能是在規劃 可能是在ICV 但是你如果要做一個具體的呈現 跟Demo的時候 不好意思 你做不到 你不能只靠一個眼睛 就做這個機器人 你不可以只靠一個麻辣 就做這個文章 所以 做分享 大家把手上最好的東西給分享出來 在Ross架構之下 一起來 就是 共享 才能夠創造這個整個生態 那我自己把它下了三個定義 分散是模組化跟生態系 是我對Ross最粗略的介紹 Ross它是走 就是PCVIP 一個網路的架構 為什麼要做網路的架構 為什麼要做網路的架構 就是我們剛剛一直不斷提到的是 多工 不同的Sensor會在同個時間 用不同的頻率一直丟進去 那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它用網路的架構 架齊的這個東西 所以它有一個核心的東西 叫Master 那下面由Master 去主管其他的 就是各個的物件 或者是Sensor 在丟資料 或者是Augris 在預算 可以有點抽象 我們可以用這個方式來想 Ross他建構的一個東西 就是一個牌桌 那Master就是這個 做莊的 莊主 那你有各式各樣的玩家 你上來的時候 你就先跟莊主打個招呼 那你要什麼樣的東西 基本上 牌桌上的那些籌碼 跟遊戲的方式是固定的 你丟什麼樣的訊息 能夠接收什麼樣的東西 是由Ross定義的 那這套系統 在這八年來 已經越來越完善 基本上可以Cover 就是99%以上的 就是機器人跟五人車 領域相關需要用到的資料 比如說Pamora的Image 比如說IMU 比如說LIDAR的點運 它都有人完整的定義 意思是說 今天換了任何一個人 坐上這個桌子 有一個新的CNC 丟了一個新的運算方式 就是有一個新的Sensor出來了 只要你還是在這個架構 你就可以馬上替換進 Ross的生態系 那使用Ross生態系的人 也可以像換六招一樣 把新的東西 最好的東西 發出自己的架構裡面 那大概來簡介一下 不論是做CP的 點營的 或者是平單做操控機器的手臂 有Movie的Library 那它也建構完整的 就是良好的模擬環境 意思是說 因為Ross的生態系 越來越強大 所以它包信了幾乎所有 開發機器人所需要的東西 那硬體的廠商 也為了它特別做優化 跟顯然風暴 在整個生態系上非常完整 那如果你想要 然後它就這個東西 首先你要先去Ross的官網 先換它的組結構 它這個結構是架構在LIGANS 五招組的系統上面 那Ross的系統不斷的分別 那我們現在比較推薦的是 五招組14.04 然後去換Ross Indigo的系統 那接下來 組合型拿到的時候 你要去找各樣的風暴 Ross的風暴 有完整的 如果是比較高級的 通胞 還有完整的Wikipedia 那圖上面 現在大家看的是 我剛剛Demo的 座標所轉換的 Package 就是R 它有什麼重要的東西 除了是誰提供 誰在提供之外 最重要的是它的LICENSE 它的LICENSE是非常非常非常友善的 所以國外已經有大量的新創公司 在做機器人 搬運車 甚至是校園的無倫車 它們都是用Ross系統還做的 為什麼 因為它們開發出來的東西 可以包起來 層次點Damage 不用對外服務 非常友善的來自此 謝謝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 這一層 就是我剛才有判斷 但是不要以為 說到那個 再次製作不重要 所謂的生態其實在講說 不重要的東西 有人幫你處理 那台灣其實是一個比較平靜的環境 在美核的話 已經有專門的公司 在提供學術界 還有開發單位 怎樣幫你改好的無倫車 就是底層的硬體 讓你去開發自己的 高級的演算法 那講到這裡的時候 就是提到 這個就會有點感嘆 就是 啊我們在台灣 對 然後我自己在這個車輛領域 也很多人在做夢 想要做無倫車 比如說在彰化的車輛設計 也發出經 然後台大 中山 還有一些其他的 其他的 不懂不知道的單位 啊工演員 工演員 是通水 那當然我們都很樂意看到這樣的東西出來 但是 我們必須要回答一個問題是 未來我們到底需要什麼樣的技術系統 我們只是要無倫車嗎 還是我們需要這個技術去解決我們的問題 那 回到 就是 講了那麼久 回到 我為什麼要站上這個舞台 就是 我自己現在在做的 工作 我稱它是 創業中 那 我媽的說法比較實在 我媽的說法說 你自己在喊 我在剛剛賣電風巴士 一台巴士的售價大概一千萬 是 普通 公車的三倍 兩倍到三倍 然後我不斷的 對我的客戶 還有自己心腦說 所以其實都是為了未來的子孫 為了潔能減碳 為了拯救地球 為了環保 乾淨潔能 那 不斷人家對自己心腦 還有對我客戶 就是 有一天我搭公車上 上班的路上 就 遇到一件事情 我看到有伯伯啊 他一個人搭公車 然後他上車的時候很特別 他在左手掛了一個 小小的程度 然後他走上公車的時候 左看右看 那班公車上已經沒有位子給他坐 那他就 往前走向一個 竿子 然後慢慢打開他的承認 放在地上之後 坐上去 雙手緊緊的抱著那個 桿子 跟著那個公車晃了二十個人走 那 那個當下 我覺得 幹 媽都會幹 到底在騙誰 為什麼我們要拿納稅人的稅金 去補貼這種東西 那卻不能夠讓 就是我們身邊的人 我們自己 在真的使用大眾運輸的時候 有一個有真言的體驗 所以我就在想 我們該怎麼辦 如果電動化跟自動車 我們可以做一個嘗試 我們去讓他 Next 我看到了一個機會 各位現在在台上看到的是 台南新銀客運 中幹線的資料 104年 我把全年度一比一比的刷卡 就是優惠卡的刷卡資料 一比一比的刷出來 你可以看到的事情是 Next走的時間 Y走是車上 當下有多少人 你看到的那兩個高峰 就是我在國高中 最不堪回首的那段痛情時光 你看到的那兩個高峰是 潤飲竹為什麼不敢使用大眾運輸的原因 你看到的那兩個高峰是 為什麼我們的老人家 沒有辦法在早上 就去看醫生的影片 但是那個屁股 不論是疑風時間還有假日 支撐他的是你跟我的稅金 來裝個公車 一年花了二十億的預算在國內 台北一年二十八五 如果我們可以 有其他辦法的話 是不是應該嘗試一下 這東西不是我在無賴 全世界都在想要怎麼面對這個意義 那我在想說 欸 我會不會把火車的概念 拿到路上用 安全車廂嘛 一節一節的車廂 那一台司機開出去要多早 再掛多少車廂啊 這天底下任何曾經 一百年前那個登峰就有人發明 蛋哥 早安工程他掛了一個 外掛的車廂 現在法國人 一個叫老闆的集團 你在做 他們做什麼東西 用掛的車廂 機構連結 那在下面看到這個 機構會甩來甩去 就像編子一樣 你可以想像這種東西 在我們的居住環境之下 聽說嗎 但是我們現在有 柔軟車的技術 我在幻想 我在設想 我在設計 一個情境是 如果我們把一台十二米的大巴士 切成三台 小的電動巴士 當駕駛出去的時候 我可以讓它後面的車廂 自動緊緊的跟著它後面 沿著它的軟機走 我需要三台 我需要兩台 我需要一台 可以自由一條電動 聽起來很好 感覺好像有很多人 我去跟學術界講 我去跟公公秘書人 前輩講 他說對 這就是我要的 那你車子坐出來 靠 然後我就跑去找 台大志工 台大電機 北隔車輛 專家 KRTC 充電院 我沒有充電院 不好意思 工業界 他說 這個不會很難啊 很簡單阿 學術界跟我說 這個沒有學術前三星 我要坐駕駛車 那我要最盡端嗎 工作人員跟我說 low 誰要玩 搶電器也跟我說 我研究看看 然後我就卡在一個 但不管地帶 我覺得這東西是對的 我覺得這東西是需要的 但沒有人騷我的 他們問我都很簡單 然後我就試試看 第一台是搖動的 在下層搖動 後面是自動下層 寶貝 精心放迫 大家立體站起來 音樂 那一邊都為什麼沒有Ross我做不到這個東西 這裡面九層的東西都是Open Source的資料 那我做的東西有點像是 我把這些資料寫入簡單的演算法 控制策略 然後黏在一起 然後就做策略 各位看到的是 應該是半年前的 我們做到了兩台車 中間有非常多的血淚 那跟各位報告 這是我一個人做的 就是我有很多的partner 在協助我扣全 但是 就是他們告訴我該怎麼動 然後我一個很短短網路出來 那目前我們正在做的這個階段 第三個階段 也希望證實它的有展性 那更多的看 跟大家報告的是這個 第三階段的架構成 那剛剛說到的Ross是一個網路的結構 所以車輛之間我們是走一聲來 也是因為有Argino 還有Ross 還有這些開源的軟硬體 我們把這些東西都架起來了 那 正在一段嘗試當中 還沒有一個比較好的成果 因為它現在這個階段 然後牽涉到比較多的地點 那 這個東西有用的 我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我自己評估過這個 比重 你可以看到的是 我專注在兩件事情 分車 還有檢視空置 所以我把桿資程 加到我最低 加的非常的低 我們幾乎是 Google那些架後的 可能千分之一的成本就知道 然後占六成非常簡單 基本上你看那個Argino的那個循跡設 其實也差多少 那我們只要一個很好的底層 我們去實現它 那 那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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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位分享 就是大概是我 這兩年來最大的心得 就是 就是我在臉已經看到了 那 那 那給我一個很大的啟發 是 其實每個人 所謂的專家 他都為一個東西給綁住 那個目標 那個KPI 通過密書的專家要找到 限額的方案當中 最好 最神聖的方案 車輛專家要把它 車輛專家要細分 做馬達要講 做馬達要更輕 更便宜更有效率 做電池的人 講說我們等一下 我們成本要壓下來 能量會更高 可是當每個人都專注在自己 手頭上眼前的這個目標的時候 其實我們整個的東西 說的話 真的能在我們前進 所以當沒有人在看系統 沒有人在看整個 你做的東西 是怎麼樣在服務人的時候 那 我們真的找不到未來的方向 所以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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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論你是做工程師 你是想說 我要做一個人 或者是你是主管 三不五時要抬頭起來看看 就是 你做的這個東西是 怎麼樣在服務人 怎麼樣跟世界不同 那或許 你就可以找到 一個跟別人不一樣的路徑 去改變這個 沉悶的環境 那 我自己設計的這套系統 我們有一個完整的平坡 我們可以減少 發展的美元消耗 我們可以減少 一半的電池用量 那 好像很遠 但是我們還是慢慢的在做 現在除了我之外 有兩位 我的partner跟我 他還在工作 一位是08科的工程師 另外一位在 無情機器人產業 那 那 軟體的底層 當時我們找到一個 就是很好的合作口袋 那他很有名 就是 realtightliness 的一個 就是大神 對 因為他本身就在做相關的東西 那我們這個平台 跟這個機器 大家就很興趣 所以他會 我們現在是合作口袋 那 所以如果 你想要挑戰看看的話 可以來聯絡我 我跟你說 會非常累 很痛苦 很煩 然後 一定會跟你說不行 那你可以試試看 反正你做不喜歡的事情 也有可能會失敗 那為什麼不試試看做你喜歡的事情 那最後 自己要跟大家推廣一下我們這個社群 因為 整場報告下來之後 大家可以知道說 沒有ROSS這個存在性的話 我根本不可能站上就是 Cosecard的台 所以我很感謝這個東西的存在 那我自己 建了一個Facebook的社群 叫ROSS.iPay 那 大家就是 其實現在就可以拿起手機來 搜尋一下 那這個平台上面 有我們 真的使用者 不論是在做UAB 然後機器人 或者是學術界的研究 我們是有真的使用者在裡面做交流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歡迎一起來 繼續 那 我就要開放 QA時間 那 相信大家 都聽到這個 剛剛的講者介紹 應該覺得還蠻感動的 因為想法還蠻 算是 我是覺得 算是為了大家在進去 一些的 那 他剛剛說的事情應該也 很多人想要問更清楚一些 這個地方應該是好好發問的 這樣 現場 請教一下就是 如果說線型的公車 如果要搭配這個 不會看起來它是一個跟車系 那 那 這樣子跟車的 氣力比較大 是有可能的 就是 在線有的車輛 直接在裝的什麼樣子上 你說的東西 還是不會有趣 我們有想過 好 好 因為 剛剛說來 我說我影片是 然後架在 Vinux上面 看我對Vinux 所以 現在這個 他的這個 Vinux的記憶 實在整個不熟 你在 上面看到這個圖 其實是歐洲跟中國的電動小巴士 他們現在在台灣的概念 叫微循環 我們這邊比較熟悉的 叫最高的禮物 就是 從 公車站到你家的社區 那他們叫小區啊 那他們希望這種小巴士 能夠 進到 就真的 國公務術的危險館 的末關 那這些東西其實是 我們一個很好的地基點 就是如果這些東西 我們能夠去 為他 加裝這個系統的話 其實他 有可能 可以變成VRT 可以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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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什麼好處 就是 客業人他只需要管一種車 他不需要管 就是VRT 18米啊 他不需要管 中巴 大巴 小巴 他的維護方面非常簡單 開發 以開發商來說 以車廠來說 他也只要增加那種產品 那 基本上 這個願景 是我想說的 就是 軟體 當他越來越有能量之後 他其實是可以重塑整個 硬體的架構 還有 系統硬做的方式 那就是我一個 自己的判斷 那在我自己的領域 我有這樣的感想 那 都會在自己的領域 不論是做 什麼的 假設也不是純軟 那我相信 當軟體這麼的有power 的時候 你會這樣 你們自己的生態系 也會有那 反轉的氣質 OK 謝謝 那 還有沒有問題的嗎 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 我之前在做 的當中 我錄下一些資訊 那 大家可以再多了解一下 RAS 他 中間的一些東西 因為 當你要開發一個系統的時候 其實 你需要的 這個方式是軟體的 你還是要中間的 比如說 Monitor 比如說 有資訊的 就是 儲存 我現在開了這個 是 Vox 裡面的一個 區域外的 介面 叫RBIT 那 接下來 我要播放的是 我之前存下來的 一個 測試的 區域 大家可以看到的 是 這是一個 坐標軸的呈現 你可以看到 是有一台 呃 假設這支車喔 它在前面不斷走 那 後面 車輛 要怎麼跟隨它 資訊來源 可能是來自於 Sensor Camera 或者 NIDA 那這個東西 鏡頭 有它的 座標 車輛 有它的參考 如果你要自己去處理這些東西的話 你會遇到很多 Time Check 還有 有的時候 你在運算的時候 需要回溯 你會需要知道 三秒前 或者是幾毫秒前 它到底實施的狀況是什麼 那 ROSS 它的核心架構 在這裡處理的 非常好 這也是為什麼 這麼多的 就是 機器人 代物理車公司 會用它來做的開發 但是 它這個東西 是在演化當中 它不是說 現在就 完美了 比如說 ROSS它有幾個問題 它是一件在 Linux 不放著Linux 不放著Linux 平台 Linux 不放著平台上面 所以它有一些天線 其實它不是 Real Time 那這個東西 在機器人上面 好像還OK 反正就是晚點抓了 不是嗎 那 到車輛上 它就會有很大的問題 所以 第一問題 它沒有辦法Real Time 那第二個東西 它不算真正的分布 是架構 因為我們剛有提到說 ROSS它有一個 Master的系統 那Master就是整個 整個架構的落體 如果Master Flash 那整個系統就封掉 所以 好消息是 整個生態系 跟它的Support網絡 現在嘗試的提出 第二代的ROSS 就是ROSS它有一個體系 就是一代一代的進化 比如說我剛剛提到 有一個 是它在ROSS1 一個比較穩定的版本 那它後續還有兩個 在ROSS1的一個領域 但是它到了這個節點 為了要處理 realtime的問題 還有真正的分布式 所以它再嘗試的提出ROSS2 在這兩個問題上去做嘗試 那根據我現在讀到的一個文章 就是百度的開發者 他們說 它的Support結果 現在還沒有到 真的可以去跟ROSS2做開發 原因是什麼 第一個 這東西是開發中的FETA 然後第二個是 開源生態當中的一個必然 你東西出來之後 你要讓大家試用 那它 它才會經過大規模的測試 那第二個東西是 原本的package 軟體的熱刀積木 並不是那麼對應 就是ROSS的價格 所以現在如果你要過 嘗試玩ROSS的話 我會建議你還是 一種ROSS1的 這些手牌的學期 那各位如果手機或平板的話 就是可以直接google ROSS的點話區 那它有一個 聽到它的官網之後 它有一個完整的torial 它會用一個 在你電腦上面小小的 螢幕器 操縱一隻小烏龜 然後讓你了解這個ROSS的價格 所以當你好完整個torial之後 你就會有一個 很清晰的 就是ROSS到底是指定做的一個概念 那 玩完之後 就很推薦大家 就是進到ROSS台隊 然後買一台硬體 不論是你Arduino加順個拍 或者是你的平板電腦 就如果桌機都可以 然後就可以一起來 就是玩一些很豐富的東西 我們還有一點時間 還有一個問題嗎 我們再開放一個問題 你好 我叫雨婷 你的分享讓我非常感動 實在是很有樂趣的精神 那其實之前我有聽過 聽過某個市長的討論說 人類一定自動自好什麼的 所以 我覺得你的專案 未必 未來可能可以去發展的可能性 那我想問一下 你覺得 我們這部考慮大附上架子 或是在園區或廠房 你覺得 你這個專案有沒有可能 開始Release 或者說 還差多遠距離 是 我們現在是嘗試要去連結 校園公車 或者是遊園車的體系 比如說你像 小便當科學園區 如果有一個 這樣的遊園車 可以讓你大致地體驗一下 遊園車的感覺 那你坐這輛車 這樣可以幫他 幫他自己再傳遞 那可能是 會有一個有趣的 就是應用和場地 那我們自己設定的目標是 就是在明年 我們會在一個 封閉的場地 比如說 教訓班 比如說 校園 去做一個Live Demo 讓大家可以真的 坐在車的上面 就是 體驗一下 這套系統到底是怎麼運作 這也是當初我們為什麼要 就是從 遙控車跳到 高爾夫球車這樣的一個直面 就是如果我們不能夠 讓人真的坐在上面 去感受的話 我們是沒有辦法告訴大家說 原來我們是可以這樣子 然後去設計這個系統 原來這個系統 搭起來是這個感覺 我可不可以接受 這些問題 都是要在Portopping之後 才能夠去回答 對 那 曾經有很多人 建議我去找學校 就是 去申請一些專案跟資源 但是 我發現就是 其實我們手上 手頭的資源 就可以做一些嘗試 比如說我現在做這些東西的投入 比你出國念書 就是你真的要花的錢 是少很多的 對 所以我自己做的決定是 我把出國的錢省下來 去做這個嘗試 那 這樣做的話 我就不用去跟那些 反文汝結 關那個 申請跟文件堂交道 對 那如果我們真的成功的話 就是 應該會有很多很多機會 如果失敗的話 就是 看到我去敗大腦 送 送 送 他 應該還不錯 然後可以 還有沒有人 其他的問題 就是 你說 那個 剛剛提到說 那個 realtime 我剛剛沒有realtime的那個東西 然後我想問說 你有試過realtime 客戶嗎 Ross在realtime 客戶上面 那些很難抽 就是 他 比如說 如果你 用realtime的 客戶的話 那些package 叫個library 可能就不能用了 但那些東西可能是open sole 就是 別人做的東西 其實這個問題我們 就是 我自己不是那麼專精 但是 就 我剛剛說 那個陳大勇的夥伴 他跟我說的是 他現在是有遇到 有實際的問題在處理 那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 就是 私底下我幫你轉一下來討論 因為我其實沒有對 挺承認的問題 他就看到文章裡講說 他們嘗試到目前 沒有很好解決 對 就是 在國際上 有個社群在做這樣的 還有問題嗎 你好 你好 那個 呃 看不到你 這邊的 我想請問一下 其實剛才聽了這樣說下來 就是我覺得 這東西相當吸引我 那我本身是在大學任教 那 剛才聽你講說 說 學校沒有興趣 那 但是我非常興趣 你知道 排不排除 跟大學 老師們合作 你知道嗎 我完全不排除 不知道我現在在哪裡工作 那你在哪裡工作 那你在哪裡工作 你在一個 車庫裡面工作 然後只能趁晚上跟早上的時間 就是去稍微試一下 然後剛剛各位在螢幕上看到那個 就是 發布舊車的DEMO 其實是 好 欸 空走 舊空走的那個地方 好 我知道 那個黑車的地方 對 我曾經有一個窗口 在那邊申請到一個訪例 但是大家都很想要那個資料 所以我後來就拿出來 因為 其實 其實這個東西 我想到的應用 它很多 如果這個系統 開發完了的話 它可以用的東西 其實不單純只是這樣 在很多生活上面應用 其實是相當多的 沒錯 所以 我還蠻有興趣的 我這樣再跟你請教一下 謝謝 我就在這邊 我不會跑掉 感謝 謝謝 謝謝 我們應該要有一點時間 我們應該要有一點時間 應該要有一點時間 還沒有人想要 欸 你好 那個 你的高爾夫球車真的很吸引人 我想請問一下 他的call什麼時候會有release出來 然後 license大概是用程 那如果高爾夫球車 希望 是商業機密相關的話 你可能不會有release 那 請問小車的DEMO 我什麼時候會release出來 謝謝 其實問到很尷尬 你私下來了 那我可以直接給你 因為這個是Open Source的研討會 所以我想大家最關心 基本的議題還是 你的call什麼都會release出來 然後他的license 是什麼 這樣大家只能一起來 哭個這麼棒的美夢 這樣 創你這句話 我好像不說 我們release的東西 謝謝 大家可以去那個 VT號上面找 HSIN NAN 123 那如果沒有release的話 那我就沒有release 好那我們謝謝 請先來的分享 然後 呃 大概這邊的節點 要宣 跟大家宣傳一下 就是 conference的投票 到16點15分 戒指 那把握 機會去投出 產業機的議程 然後 還有 產業機的議程 已經抽出來了 那 在公佈在 COSPOP的 狂況的狂況上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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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lunteer 南部 Toby 拍手 第一 飛好 拍照 油